刘慈欣不能魔改三纪 刘慈欣不能魔改 电视剧当时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 就是三纪已经写完了 已经发飙了 我发现那个 让外星人在那个视网盒上打 那个造计师 就是很愚蠢的想法 我觉得 其实如果我是三纪人的话 我觉得 我自己想 我不会把这个人 往人的眼睛上去 把那个造计师 一般人看不到 只有那个天文学家 拿着一个镜子来看看 如果您停下来 那些骂咪的 或者什么外星人 要求他们把太阳 他们的造计师 到底是否会提醒 如果你再恢复了太阳 他们也会提醒 这样的骂 就是很横观 也很壮观 同时也是很理解 因为那个质词 可以展开 变成一个 如果太阳一天的活 他就能显得 好 我把这个想法 一个电视剧的剧组提了 但是在上面 他们简决否决了 就像 他说那个三纪不能磨开 是这样的 一个文学作品出来以后 我们毕竟经历有限 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 给它写出来 最后你会发现 充满了能力 你很到处都留在 但是既然这个作品写出来 它已经不是我的了 它已经不属于我了 它已经不属于我了 属于广道的能力者 广道的观众 那我再改 我觉得 不太有点 是的 是的是的 由资金不能够改三期 告诉我们